美軍戰機在南海降落時突發事故 F-35C撞上自家的卡爾文森號航母 這暴露出什麼問題 美航母來南海炫耀武力 由於日本海上自衛隊 在菲律賓海舉行演練 雙方演習秀肌肉 又是想傳遞怎樣的信號 因為這款戰機 它所提供的綜合作戰能力 並不支撐美國的所謂 海上優先 海上頂 它這次我覺得 如果說它能夠在降落的時候 撞上航母 那說明了一個就是 它的距離判斷不對 還有就是高度判斷不對 那麼這兩項我覺得都是致命的 不到半個月 台空軍被爆出兩次事故 F-16V戰機追落後 幻影2000戰機又在降落時 機體冒煙 台當局依靠事故頻出的裝備 以武謀毒 會招致怎樣的惡果 也說明這款戰機 在台灣地區所進行的 各種維護和保養 存在著重大隱患 如果台灣一位的 以美謀毒 以武互毒 按照目前這個路子 向下繼續狂奔 它第一會掏空台島 第二會讓台軍在訓練過程中 承受重大損失 俄屋局勢持續緊張之際 美俄在地中海 用大規模軍演打擂台 對於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問題 美國與盟友德國意見相左 這會給局勢帶來 怎樣的不確定性 地中海是否會成為 美俄鬥法的修羅場呢 防武新觀察 特要專家為您深度解讀 各位好 這裡是防武新觀察 我是寧昭 近日美海軍大批艦艇 在中國周邊集結 然而就在其炫耀武力之際 一架F-35戰鬥機 撞上了卡爾文森號航母甲板 事故導致7人受傷 而美海軍證實 事發海域就位於南海 具體情況 我們來先通過一個短片 來了解一下 據美媒報導 美國太平洋艦隊 1月24號證實 一架F-35C戰機 在南海試圖降落在 卡爾文森號航母時 發生事故 造成7人受傷 這是F-35C部署後的 第一起坠擊事故 值得注意的是 事故發生前 美國海軍和日本海上自衛隊 22號剛剛在菲律賓海 舉行了聯合軍演 據悉 這次演習 美國海軍機動部隊的 主力全數到場 其中包括美軍航母 卡爾文森號 林肯號 兩棲攻擊艦 美國號埃塞克斯號 以及日本海上自衛隊 日向號直升機母艦 其中美軍兩艘航母 還同時起降了F-35C 美媒聲稱 這是美國海軍 首次在中國周邊海域 凑齊雙F-35C中隊 另據南海戰略態勢感知 1月23號消息 在美日演習海域的附近 至少還有兩艘海洋監視船 和數艘滾裝船 及干貨補給船保障測應 據報導 就在美日演習的前一天 美國總統拜登 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舉行視頻會晤 在會晤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聲稱 日本願加大力度 對抗中國和俄羅斯 同時著手加強日本本土軍力 與此同時 驟日美軍基地疫情大肆蔓延 也給此次會談蒙上陰影 岸田首相在會談結束後 接受採訪時 被問及是否就 驟日美軍的防疫措施 與拜登交換意見 他表示 自己主動談起了這一問題 報導指出 自2021年年底開始 驟日美軍基地 確診人數暴增 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也表示 不能否認 美軍區域內的疫情狀況 可能是引發周邊行政區 疫情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麼F-35C 在演習過程中發生事故 暴露出美軍什麼問題 驟日美軍基地疫情大肆蔓延 又會對美日同盟 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防武新觀察繼續播出 歡迎兩位專家 首先請教兩位的觀察 我們看到美航母 來南海秀肌肉 不過這次是意外的肌肉拉傷 F-35戰機在降落的時候 發生事故導致欺人受傷 請教兩位的觀察 這暴露了什麼問題呢 杜先生 南海受鬼多行不一 黎女士 我覺得一方面 就是它的頻率太高 另外一方面 可能是人員本身有疲勞 杜先生請 美國人經常自嘰自嘲 說能夠打敗美國人的 就是美國人 能夠擊沉美國航母的 就是美國人 現在南海的事實 印證了美國這句話 的確F-35戰鬥機 它是一個別角的演員 在南海進行頻繁的演練 肯定會出現這樣和那樣的問題 這架飛機在製造過程中 美國海軍曾經有個巨大的抱怨 就是太胖 它的機體的寬度 包括厚度 跟之前的F-18戰鬥機相比 有比較的落差 構成這個重要的一個結構 就是經常尾勾勾募到攔助所 那麼C型呢 它是靠攔助所來著艦 這個狀態下 如果進場的速度角度出現問題 很有可能速度已經降下來 但是攔助所並沒有掛上 這個狀態下 它已經失去了付飛的條件 所以只好一頭撞在甲板上 所以目前看呢 F-35戰鬥機 雖然南海有優於一大二 但是它所構成的威脅 目前看呢 基本上還是有風無浪 B加C目前呢 是難兄難弟 地中海上 英國的F-35B 在地中海剛撈上來 而且很慘 在南海又出現了 C型的撞擊事件 也說明呢 在中國周邊 如果頻繁地進行各種炫耀行動 肯定會招致後果 因為這款戰機 它所提供的綜合作戰能力 並不支撐美國的 所謂海上優先 海上第一 李女士 對於這次的撞擊事故 您怎麼看 如果說我們從F-35本身的 這個性能來看 我們會發現呢 事實上關於它所有的 相關的訓練 從去年到今年是不絕於耳的 那麼這樣幾艘大型的航空母艦 包括兩棲艦 頻繁地進行這個F-35的起降 而且這種訓練高密度 而且頻繁地展示所謂的肌肉 那麼它勢必會帶來 比較長時間的 這樣一個高強度的使用 而這個高強的使用 我們說對於任何的機械來講 都有潛在的危害 更不要說剛才杜老師談到的 就是本身它上很多性能 還是不完備的 那麼這種隱患沒有解決的時候 大量的裝備 我覺得勢必會帶來 這方面的很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這個問題的顯現 而同時呢 關於這個人力疲勞呢 我覺得實際上也反映出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文森號這次撞上的 它實際上就是文森號航母 而且是在文森號上面 降落的F-35C 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講 文森號從去年8月份到現在 實際上已經接近部署的上限 那麼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些飛行員本身 他已經疲於麻木了 就是我頻繁地進行運用 我覺得我已經非常熟練了 我可能就是在整個的 就是人為的這個 很多的環節當中 我就沒有那麼謹慎 所以呢他這次我覺得 如果說他能夠在降落的時候 撞上航母 那說明呢 一個就是他的距離判斷不對 還有就是高度判斷不對 那麼這兩項呢 我覺得都是致命的 所以他衝上去以後 我們看到造成的這個傷亡呢 他上次七個人 我看是分成兩部分 三個是重傷 四個是正在搶救嘛 所以如果說按照這個情況來看 肯定他的撞擊 有可能會不會影響 甲板上停靠的其他的飛機 因為文森浩我們說 他不僅有F-35C 他還有呢 包括FA-18G 對吧 包括像12D 大型的這個艦載的預警機 那麼如果說 還有潛在的其他機型的損傷 那麼應該說呢 這次的事故呢 是相當大的 因為它不是一架 單機的訓練的事故 它是造成了整個 甲板上的一系列的問題 而且我們還可以這樣講 下一步文森浩是不是就此 可能就暫時不能使用了 很可能因為這個事故 必須要去修理了 然後整個 我們說在整個南海 它所謂的修基路 就此打住了 所以這個呢 上都是這個事故 讓我們看到的其他的方面 那橋杜先生 我們還觀察到美海軍 在南海大規模的集結之後呢 與日本的海上滋衛隊 在菲律賓海進行演習 您覺得這是想攪動什麼風浪呢 這個目標呢 就是造成叫洋海聯動 它用南海這個封閉海域 如果美國海軍 包括日本海上滋衛隊 可以從多個方向進出 這樣在南海的作戰能力 就可以達到最高 而且現在看呢 如果能夠在太平洋地區 特別是菲律賓海 和南海進行聯動 這樣呢 它第一 可以在南海形成兩線作戰 這樣對於挾持菲律賓 能夠有比較好的效果 另外呢 從菲律賓海的位置看呢 它就在台灣島的太平洋一側 如果在這個地區 有西南戰略 有島上的美國日本聯合能力 在海上 還有所謂的聯合艦隊 這樣它可以兩堵牆 這樣呢 對台島所提供的所謂錯誤信息 會越來越濃重 同時呢 如果在這個地方進行聯合演練 也可以幫助日本 練習所謂的遠戰能力 日本現在雖然是準航母 但是出去到遙遠地區作戰的機會 並不多 如果在寬闊的海域上 伴隨美國航空母艦 展開各種聯合作戰行動 日本至少可以學到 大航母大編隊作戰的基本要領 而且鼠艦和航空母艦的配合效應 以及目前海空的配合 如果三個要素 都在美國的身上能夠學到 這樣今後日本海上 作為對獨立地實施遠洋進攻的能力 將會大幅度提升 所以目前看呢 在南海 美國日本的聯合行動 應該能夠起到多重威懾效果 那我們還關注到近期的 這個美日的視頻會晤 提到了這個 駐日美軍基地疫情的情況 那麼面對現在激增的病例數 您覺得會對日後的 美日同盟關係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覺得現在這個影響 就是實實在在的 因為大家知道呢 為什麼這次雙方的首腦會議是視頻 就是因為疫情 但這個問題呢 實際上在日本看來 和在美方看來 它是不一樣的 重視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才是目前的症結 因為呢 這個安天文兄他自己講 就是在這次雙方首腦會議當中 他把這個問題 是作為很重要的問題提出來的 因為大家知道呢 從目前我們看到 整個蔓延最大的 最快的區域上 就是一個是沖繩線 一個是山口線 這個呢 實際上都是駐日美軍 高度密集的區域 但是呢 因為日美之間呢 它有個日美地位協定 根據這個協定來講呢 就是所有美軍基地的 相關的這個防禦工作 不是由日方來負責的 是由美方來負責的 所以這裡面呢 就出現了一個雙重標準 就是日本實際上 很早就規定了 就是所有的這個疫情 密集的區域 要進行集中的這個管控 比如說出入 要有些限制 但是恰恰呢 在駐日美軍基地 是不遵守這個規定的 甚至在去年9月份之前 我們看到 所有美軍它規定的 就是只要到日本 駐日美軍基地去的 這些士兵 是不需要進行新冠檢測的 那麼這個它上去有個 非常潛在的 一個巨大的漏洞 而這個漏洞呢 過去可能 沒有什麼更大的問題 雖然它這個增長 但是沒有那麼快 但是我們知道呢 隨著這幾個月的 這個不斷的增長 而且是暴增 那麼應該說呢 日方現在呢 實際上也高度 關注了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雙方地位的不對等 所以我覺得 岸田文雄只能是商量 就是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那麼提請美方去注意 但是你注意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這是很難控制的 所以下一步呢 我是覺得這個新冠的問題 它會成為每日時間的 一個爆發點 而另一邊 台軍戰機也發生了事故 此時距離台軍 F-16V戰機墜海 還不到半個月 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繼續觀察 據島內媒體 1月23號報導 台空軍一架 幻影2000戰機 在台東制航基地 進行所謂戰備起降訓練 戰機起飛後 儀表就出現故障燈信號 隨即返航 但在降落時 機體冒出濃煙 對此 台軍方面聲稱 由於是實彈超載飛行 降落時 重踩刹車 才會導致冒煙 據悉 這家幻影2000戰機 執行任務的時間 並沒有很長 日前 台當局還怒砸了 10億新台幣 請法國 供給台當局 幻影戰機的 一系列後勤服務 以及航電電戰系統 無獨有偶 據報導 台陸軍一輛 M60A3坦克 在宜蘭街頭 執行戰備演練時 不慎碰撞到 停在路邊的私家車 造成該車車尾損壞 根據網上傳出的 視頻畫面 這輛被撞的 小汽車的車尾 基本上已經報廢 後備箱嚴重破損 被島內網友稱作 飛來橫貨 台軍M60A3坦克 可謂是事故高發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目前台軍現役的 M60A3坦克 是購買美軍 退役後的二手坦克 原本台當局計劃 在2016年計劃 對這款坦克 進行改裝升級 但在計算後 耗資太大 又在2018年 終止了這一計劃 另據島內媒體報導 原定2024年交付的 潛艇製造項目 台當局已將 首艘潛艇下水時間 提前到2023年 並將為第二至第八艘潛艇 再次編列特別預算 那麼台當局妄圖 以武謀獨 會帶來怎樣的惡果 台當局急於推進潛艇項目 有何企圖呢 防武新觀察馬上播出 那麼對於這個 幻影冒煙的事件 我們看到台軍給出的說法 是實彈超載飛行導致的 那請教杜先生 台軍為什麼要實彈超載飛行 掛這麼多彈想幹什麼 華為2000掛載能力並不強 而如果說掛彈能力重 那是對地攻擊彈 但是這架飛機到了台灣之後 法國人沒有給對地攻擊能力 給的都是空空能力 像米卡導彈 魔術導彈 這是標準的載荷 至於反艦 對地攻擊 像這些武器裝備 法國人根本沒有提供 如果目前使用美國 所提供的裝備又不配套 如果按照目前 它所提供的細節 就剛剛起飛不久 警告燈發出信息 這個狀態下要返航 那首先說明地群維護工作 面臨比較大的問題 如果剛剛起飛就出現故障 那麼之前所謂的檢查 保養 那些效率基本上是零 也說明這款戰機 在台灣地區所進行的 各種維護和保養 存在著重大隱患 也說明目前在人員訓練 武器裝備維護 以及這個人 他在操作過程中 所顯示出的一些問題 都有密切的關聯 如果飛機操縱 一般是小角度下滑 以這個最平滑的曲線接近跑道 我判斷它第一 特別急 它生怕在空中出現意外 所以它以大角度 進行著陸飛行 在接地的過程中 重量肯定很大 如果起落架 包括核心部位過熱 或者是發生其他的 這些劇烈的動作 一定會出現貿焰 我們看到現在 不僅是戰機事故頻發 台軍的一輛坦克 在進行街頭演習的時候 是撞上了停靠在路邊的 一輛私家車 這又是什麼迷惑操作 首先是這個坦克特別難開 這都是美國給二手裝備 都是在戰場上推移 然後進行維護和保養之後 翻新 刷油漆 然後內部設備進行打補丁 然後向台灣地區高價出售 所以它的駕駛 包括一些基本性能 出現比較大的問題 另外整個演練行動也很奇怪 在街區考演習 到底要演什麼 大概跟之前什麼城市作戰 然後在立交橋下停泊 在居民期 佔領有力 陣地射擊 這大概是同一個道理 實際上也標誌著 這場演習是兒戲 如果按照目前 台軍隊重型裝甲部隊的使用 只是在居民區裡 把台灣老百姓作為人質 作為人肉盾牌 這樣的作戰行動 好像跟蔡當局所鼓吹的保衛台灣 然後造福台灣 根本就是豐馬牛不相及 我想這架私家車 大概是一個信號 它標誌著台軍 目前所謂的地面作戰能力 已經完全退化 小黎女士 我們知道台當局的潛艇 自造計劃的下水時間 已經提前了三次了 但我們都知道 心急可是吃不了熱豆腐的 是的 而且台灣軍方所謂的 自造潛艇這個計劃 我覺得從剛開始到現在 我們看到進展 一直非常緩慢 但是現在為什麼它要提速 我覺得它上的 更多的是一個標誌 是一個信號 但是從本身 它的執行情況來看 我認為難度非常大 這個潛艇還能不能 第一是裝上去 對吧 第二能不能用起來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下一步的問題 第三個我是覺得 就是未來的這個潛艇 它上很多的錢 它不是說 在潛艇自己的建造經費當中 我查了它的15%的費用是什麼 是顧問費 就是我通過向其他國家購買 你所謂的這個模塊 同時拉攏更多的 域外國家入伙 那麼它上的 花了大量的錢去遊說 那麼這個錢 如果說用在這些環節 我們說那只能出現以前 台灣軍方多次出現的 那個軍購案的那種醜聞 就大量的都是那個黑金嘛 黑金鋪路以後 最後這個裝備能不能用 能造成多麼大的一個潛在的事故 這都是很難想像的 而且潛艇和其他的還不一樣 我們知道一旦下潛以後 如果你出現問題 那是災難性的 所以我覺得 這裡面這個概念更多的 還是一個謊言 那乔渡先生 我們看到台當局現在的 裝備事故頻出 卻還要以武謀獨 以武俱同 您覺得這會招致怎樣的惡果呢 後果肯定是死路一條 而且蔡英文只要去視察 肯定會出事 F-16V戰機成軍54天 然後它進行了所謂的吹捧 以及進行了鼓勵 結果掉到了海裡邊 整個戰機大不顯沒有 都被撞碎 那個雲豹車也是看過 看過以後裝甲裂風 包括其他的歡迎兩千戰機 不知道蔡英文什麼時候看過 美國武器裝備都是打補丁 打完補丁就出事 而且都是擊毀人亡 所以現在如果羅列出 台灣地區重型武器裝備 輕型武器裝備 到現在所出現的嚴重事故 大概得寫好幾頁紙 本身呢 它就是對台灣軍隊的一種寫真 實際上它的綜合作戰力並不強 如果台灣一味地 以美謀獨 以武互獨 按照目前這個路子 向下繼續狂奔 它第一會掏空台島 第二呢 會讓台軍在訓練過程中 承受重大損失 更不要說錯戰 如果哪一天 雷霆萬軍之勢到達台島 目前的台軍將不堪一擊 此外 美俄又在地中海打起了擂台 同時開啟多場軍演 據報導 在俄烏邊境局勢持續緊張之際 美軍與北約盟友在地中海 開始了一場代號 《海王星打擊2022》的 大規模軍事演習 演習從1月24號開始 將一直持續到2月4號 杜魯門號核動力航母打擊群 將參加演習 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科比 宣稱 這次演習將展示北約 有能力整合航母打擊群的 高端海上打擊力量 以支持北約的威懾和防禦能力 除了海王星打擊演習之外 杜魯門號還計劃在2月 與法國海軍戴高樂號航母 與意大利加福爾號航母 展示所謂三航母作戰 報導稱 這三艘航母將在東地中海 進行罕見的聯合行動 並加強互操作性演練 包括美國海軍艦載機 在法國航母上進行起飛和降落 與此同時 俄羅斯海軍也展開 針鋒相對的演習 俄國防部宣布 俄海軍將於1月至2月 在地中海 北海 鄂霍茲克海 大西洋和太平洋等地 進行冷戰後 最大規模的聯合演習 此外 號稱航母殺手的 俄太平洋艦隊 馬良格號巡洋艦 也與特里布茨海軍 上將號驅逐艦 一同前往地中海 令軍外媒1月23號報導 吳防長列茲尼科夫 當日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發文稱 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第二批武器 已經抵達烏克蘭 列茲尼科夫表示 這批武器總重超過80噸 將加強烏克蘭的作戰能力 然而 美國的盟友德國 卻拒絕給烏克蘭提供武器 報導稱 德國總理舒爾茨 在1月21號的記者會上表示 德國近些年來 都不支持出口致命性武器 那麼美俄在地中海 用軍演打擂台 會對地區局勢產生什麼影響 美國與德國 對給烏克蘭提供武器意見相左 這是否會給緊張的局勢 增添一份不確定呢 防武新觀察繼續為您解讀 好 喬度先生 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美國同他的盟友德國 好像有著不同的立場 德國拒絕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請教您的解讀 德國不僅是拒絕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甚至不允許其他國家運送武器 裝備飛越子女領空 必須要繞飛 丹麥 波蘭等國家上空 所以目前德國的態度很堅決 也標誌著在烏克蘭問題上 北約內部有巨大的溫差 也有重大的分歧 最近美國的很多盟友都倒閣了 澳大利亞說我也不幹 英國人說了如果打仗我第一個跑 也說明這些國家已經意識到 如果在歐洲開戰 受損害最大的就是歐洲國家 德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 他認為美國正在點火 但是點火之後 美國並不負責滅火 如果按照目前德國的基本態勢 包括其他國家的態勢 美國在樹幹上是一大猴子抱著樹幹 那麼其他小猴子各手的樹枝 美國給的刀就是 你把你的樹枝砍斷 實際上最後跌落到地上的 都是這些國家 如果觸動烏克蘭和俄羅斯開戰 這個戰爭行動有可能會失去控制 一旦失控 烏克蘭是戰場 歐洲都是戰場 美國遠在萬里之外 美國不會受到任何損害 那如果俄羅斯按照自己的戰略打擊能力 對所有的支持烏克蘭的國家 進行這種報復 或者是無差別的攻擊行動 那麼這些國家將會承受重大損失 那麼自己與美國保持一致 美國六支大吉撤僑 包括其他的要素都在快速進行 那麼這些國家根本就跑不掉 所以美國能夠既跑和尚又跑廟 但是這些國家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廟 所以對他來講 承受重大損害的無非是自己 那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用刀子去割自己的肉 這很顯然 就是美國給所有的北約盟國 所出的一個搜主意 那麼這些國家不可能就範 所以面對俄羅斯的咄咄逼人 面對俄羅斯強大的攻擊能力 和毀傷能力 那麼這些國家選擇退避三蛇 非常明智 那我們看到現在美軍 還想把戰場轉到地中海 不僅在這裡 與他的北約盟友舉行了軍演 而且還要搞一個所謂的三航母作戰 您怎麼看這個操作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常態 就是過去我們通常會發現 這個打擊行動上是沒有的 我查了一下去年 比如說你要是按照去年10月份 北約公佈的整個2022年度的 全年的演訓計劃 沒有這個海外星打擊2022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奢華 就很豪華這個編組 它是臨時下定的一個新的決定 而且是一個新的組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組合會不會在目前 整個俄烏關係緊張的情況下 包括俄羅斯和北約關係緊張的情況下 成為未來的一個常態 這個很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演習的序列 所以在這次過程當中 可能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這三個 航母戰鬥群 因為過去我們熟悉的 都是美國人自己搞的 對吧 雙航母戰鬥群 兩棲攻擊艦隊 全都是美國自己的 但是現在它真的把盟友 聚合到一起了 你比如說這裡面 包括意大利的加福爾 可能很多人覺得 意大利航母存在感很低的 如果它不是這次出現了 可能都忘記它有航母 另外我們看到法國戴高勒號 而且我在想 會不會下一步 真正在演習的時候 英國我們知道 伊拉白女王號 那麼包括威爾士親王號 那麼這個潛在的 還有一個更大的一個組合 未來我們可能都會看到 所以現在我會發現 就是整個對於俄羅斯的施壓 它是全面性的 就像俄羅斯現在 整個地圖的所有的海域 都在進行大規模的海上演習一樣 美國人也在所有的海域做回應 實際上雙方是互為英國的 我覺得這裡面它上 我們很難講 比如說誰是因 誰是果 誰是誰的回應 所以這裡面它上攪到一起 就是這個齒輪 我覺得已經咬死了 那麼地中海 現在是亂成了一國州 我們看到俄羅斯也在這裡 舉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面對著現在在地中海 擺開的這個擂台 美俄會不會擦槍走火 杜先生 地中海目前在俄羅斯 它是要中間地帶 目前除了黑海艦隊 有較強的綜合作戰實力之外 它六艘艦艇 已經穿過了英吉利海峽 今後就要進入地中海 也說明在地中海方向 俄羅斯在雙向發力 如果憑藉黑海艦隊的實力 包括俄羅斯目前 地中海分艦隊的 綜合作戰能力 再加上北方艦隊 六條艦艇 迂迴穿插到北約側後 再進入地中海 實際上對美國艦隊 構成大的威脅和影響 而這次進入地中海的 俄羅斯艦隊 我想它可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作戰部隊 一定會攜帶高尸導彈 如果有了超高升速武器裝備 在海洋上對美國編隊構成威脅 史無前例 這也是俄羅斯 反航母作戰能力最強的一種裝備 如果通過巨大的射程 超高升速攻擊和毀傷能力 去凍結美國艦隊 這是俄羅斯最想看到的 所以今後無論是在黑海 波羅地海 包括巴蘭之海 以太平洋地區 大量列裝 並使用這種武器裝備 能夠對美國艦隊構成重大影響 航母編隊就幾個 而且現在是疲於奔命 但是導彈到處都是 潛艇可以使用 護衛艦可以使用 今後戰機和陸上發射車 都可以使用 所以俄羅斯用小的成本 可以遏制美國在周邊 所有的海上軍事威脅 這裡是《防務新觀察》 感謝兩位專家的分析 也感謝您的收看 想要獲取更多的軍事 歡迎您登陸《中國軍事網》 或是關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之聲國防時空》欄目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zo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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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